感谢大家收看Go Mike's 美财经快讯 今天是3月3号 我是Jacky 也是周三 那么昨天美国股市呢 小幅下跌 科技股再次领跌 今年早上呢 我们看到了全球股市开始小幅反弹 澳洲股市呢 大盘上涨到6800点以上方 汇率方面呢 澳元兑美元冲破了0.78 非美呢 依旧是强势上涨 而黄金价格呢 也是在触发1700整数附近 没有碰到 然后就开始回弹到1730美金上方 短期呢 出现了一定的上涨 而比特币价格呢 昨天受到了美国官方的打压 那目前价格呢 是回到了5万美金以下 我们看昨天市场上重要的消息呢 对我们澳洲投资者来讲 最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澳联储的假话了 利率暂时没有变 国债收益率也是压在了0.1% 但是呢 澳联储的假话 释放了很多的鸽派信息 将代表着未来的澳洲经济呢 在政府的护航下 继续持续的缓慢复苏 那么国债收益率 现在这个问题呢 也是最近影响大家 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国债收益率上升 那么股市和风险资产将下降 但是呢 澳洲政府呢 也是大局买入国债 将澳洲的国债收益率压的价格非常低 收益率非常低 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就会代表了澳洲政府呢 未来会在官方宣言里面说 我在未来呢 会不计成本 不计数量呢 可以去购买国债 向市场释放足够的流动性 这样的背景下呢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早上呢 澳洲股市开盘也是出现了 不错的上涨 冲到6800 那么此后呢 如果我们在澳洲经济里面 看到几个相关的指标 那么第一呢 就是失业率 澳洲的失业率呢 相比于西方其他发的国家呢 现在已经是非常不错 在百分之六点几的水平 那么未来呢 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而澳洲的通胀呢 澳联储认为在未来 三到四年内 在2024年之前 不会考虑加息的 这个因素啊 主要是因为 他认为经济指标 在2024年之前 不会到达 能够允许加息的要素 那么再回过来 看澳洲股市方面 澳洲股市呢 依旧是一个被动的市场 它是受香港股市 亚洲盘 以及欧美股市的影响 尤其是美国股市啊 那么如果是 最近很多朋友 并没有像我们上周一 周二和周三 连续提示大家那样 做空我们的股票 那么在现在 到底还有没有 必要继续来做空 股指或者股票做对冲呢 所以从这个问题来考虑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 最近股票下跌的 这个利空的因素啊 第一呢 就是中国目前在三月份 要召开多重会议 包括两会 那么政治会议呢 会对中国的未来 经济和政治格局 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呢 China 50开始快速回落 也是因为前期 获利盘了结 担心国家政策 发生一定的变化 对股票市场 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说 这一次下跌呢 属于互利了结 对于股票市场来讲 15%到20%的跌幅 是比较正常的 超过这个数量呢 就代表市场 可能会出现恐慌 所以我认为目前 并不至于 出现恐慌这个情绪 那么香港股市下跌的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香港财政司司长 讲话说 未来呢 可能会提高印花税 那么这一点呢 对中长期的 香港股市来讲 影响并不大 因为我们知道 香港印花税 相比澳洲来讲 简直是九牛一毛 非常小啊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呢 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 开始征收富人税 那么富人税什么概念 就是前0.1%的人 可能会在今年 要交750亿美元的税务 这就导致了富人阶层呢 会将大量的资产抛售 包括股票 那么抛售在 征税协定出来之前呢 他们把股票抛掉 那么就享受原来的税收政策 那么在之后抛掉的话 可能就会交更高额的税 那么这样会引起啊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如果税收确定修改的时间 那么可能会引发 部分群体的大额抛售股票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看看市场到底会有如何的反应 那么在近几个月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市场并不会出现大量的恐慌 那么在短期 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呢 就是美国领取救基金的人数 开始减少 就说救基金补助在三月份 开始逐步停止 那么首批呢 会有三百多万人口呢 会失去领取救基金的资格 那么接下来会有将近七百万人口 加在一起呢 是一千一百万美国居民 将不再享有救基金补助 那么澳洲政府也是一样的 在dropkeeper逐渐取消之后 能不能顺利的度过三月份 和四月份的经济下行 保证普通居民 能够生活和消费 能够是正常运行 这样的一状态 所以说我们要密切关注 三月十四号之前 美联储 sorry 美国政府白宫呢 能不能顺利推行 1.9万亿的财政政策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么将会对股市继续利好 如果是失败了 那么股市还会有 继续下行的空间 好了 下面就是我们 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最近市场消息呢 我们要紧盯 美国白宫政府和 联储们的讲话 联储讲话 基本上依旧是割开为主 所以最终的关注点 就是在三月十四号之前 拜登政府是否能够 顺利推行1.9万亿的 财政策计划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的金融 或者股票 包括房地产的资讯 因为房地产跟金融市场 是息息相关的 都是以信贷为主体 杠杆为效应 享受社会的资本财富的增加 所以说资金总量 前期有限的情况下 任何市场 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那么大家获得更多资讯的话 想要了解 那么欢迎和我们 屏幕下方的小助手 取得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